阿彌陀佛 這一次的佛妻 正好是在 連續假期裡面 所以有很多人有可以 拨時間來參加 很多人都會想到說 念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應該只是超度祖先 如果是這種想法 不對 為什麼呢 阿彌陀佛的佛號裡面就是 包括了無量光 無量壽 我記得有一位 教育的佛號你要也要我 為什麼呢 一直的佛號大師 tool 完蛋 阿彌陀佛 還有一位 獲得 paid 来为你们打一场弥陀仆佛 也就是说都念了阿弥陀佛 那说我们家里有人结婚了 我们家有大喜事 也是打一场弥陀仆佛 那我们家里有人生小孩子 我们家里天子天孙 也是一件大喜事 那老儿上也说 我们也是来打一场弥陀仆佛 很多不了解的人 你要叫他念弥陀经 或者说念那个往生咒 他就会讲 早上不要念弥陀经 有些人比佛菩萨还伟大 还厉害呢 说早上不能念阿弥陀佛 为什么 是我们家的老人往生的时候才 念阿弥陀佛呢 各位你们看看 我们看我们这里有两个大花瓶 一个是无量光 一个是无量瘦 请问你们现在在的人 要不要有无量光明 那个光明就是 我有智慧 我的事业成就 我的一切都非常如意 如果一个人他没有光 就像我们瞎了眼睛 或者是说晚上 乌漆妈黑的根本就看不到 这里是路还是大水池 你都不知道乱走 有一个灯 你才会走对的路 才不会走错路 所以请问在座之位 哪一位不要光明 那我们来拜拜干什么 我要求我身体健康 我能长寿 你身体不健康 整天都是从 一出生就躺在医院里面 都不能出来 你不健康你能长寿吗 所以 无量光无量寿 我相信这是大家所求的 那我们 每一次到晚上 回乡的时候就是说 如果在世的人 我们念一天的佛 在世的人 要征佛元寿 对不对 那如果往生的呢 就是希望他的业障 能够消除 赶快能够在 希望极乐世界 连品增上 所以不要想 那个念阿弥陀佛不好 甚至于说 念往生做 我们来这个世间上 包括我在内 都有很多业障 如果能够把业障 根本都拔除了 都消除了 像一个田里面 很好的田里 种了很多 不好的经济 是 七亚啦 七亚那一位 你种到这样 你会 在我的 会变成吗 我常常 以前小的时候 看到农夫 为什么 把那个央插下去以后 一直在那里面拔 拔东西 不是压苗助长啦 他们是把那个不好的东西 培的寄生很多就没缺到对吧 一定要拔除啊 如果我们把我们的业障拔除了都干干净净 那不是很好吗 那不是无量光明 而且能够无量寿吗 所以在世的人 我们能够征服元寿 今天早上 第一住乡的时候 那个元寿法师他没有出来 他就问我说 我们里面的师傅有在问他说 那我们在这个佛期当中 是只有第一天来读 小哉书文 还是要每天到那个药师傅那边去 大家去求大家征服元寿 就是来参加法会的各位 还有我们在家里很多人没有来啊 我们不是说可以登记 今天你们看到有一些 就是帮忙念书文啊 那就是我们只要有在道场写了 大概就是都会替大家 在那个佛前来念这个小哉书文 所以说要不要每天都过去 我说那你们自己想一想安排 我说那你们自己想一想安排 因为我不是说 因为我不是说 每天都沉山水滴的 有一天我不在了 那这个地方是不是大家都要出家师傅来领导 在家局势来修行呢 他说赵德利一直那里老和尚那 人是每天都过去 我说那是最好啊 对不对 所以像今天 一到那个 我们最后一天 大概每一天 大家人都有油饭可以吃 你想想怎样热油饭 我今天来那边 佛师傅那边也看到油饭 去那边也看到油饭 很多人家里都生鞋子 那当然不是说哪一个人排第一天 哪一个人排最后一天 就是他们这些人 有些人都很欢喜 那他们今天我是说 有这个机缘啊 你们轮流吧 今天有一些家庭 明天有一些家庭 再过几天有一些家庭 大家轮流到 那个祖先那边去上乡 为什么 你欢喜 你如果在家里是不是 也是 去你们祖先那边保 我们家庭的时候 我做阿公啊 你们做阿祖啊 就是说 跟那些祖先说 我今天 甚至以来 在这个佛师的中间 有这么多人来帮忙 大家来念佛 祈福 为我们这些 刚刚出生的 或者是 其实从今天开始 到那个佛妻结事 我相信每天都有 信徒都是在这个时间 生日 我们在这里 就是说大家都要有那个无量寿命 无量光明 所以我想呢 很多人的那种错误的观念 我就希望大家都能够把它除掉 还有呢 很重要 很重要 这么多年来 因为大家都非常认真哦 几乎在每一次的法会 不是只有这个 弥陀佛佛妻的法会 梁黄灿也好 或者是说我们在拜水灿 甚至于拜地藏经 都有人 她的祖先都出来跟我们讲话 甚至于像今天早上 那个庄家印 居士就有讲 她爸爸 讲我还不知道呢 她说 她说 我有跟她说 我要去ем阂 Pointing 阻洛 那个 头上住 那累那儿 猜渣子都猜过来 她说 我们要来和你们 或是叫人偷渡 她说 潎 Athletics 你看金本 有这个 还有一些人 自己的长辈很喜欢 吃什么东西啊 之后就是在这个 我们佛七前 有來我們這裡的那個長輩說 我很喜歡吃什麼東西 來這裡參加法會的時候 你能不能再買一點這個東西給我吃 前幾天還有一位住在竹山的居室 他的媽媽就講 我很愛吃紅骨粿粗粿那裡的東西 我說 因為我爸爸也是在南投那個附近的人 他們平時吃什麼東西 我都知道嘛 我說老菩薩你是不是很喜歡吃那個粗粗粗粗粗粗粗 他女兒就問我說師父你怎麼知道 我說我們的爸爸住在那裡 我們的阿嬤阿公也是都住在那裡都會知道 還有有一些人比較喜歡吃 某一種東西我們大概想像不到的 既然他的子女把他請來 又有很多人幫他一起念佛 所以呢 他出來也會說 啊我很喜歡吃什麼 下一次你弄那個東西給我好不好 所以由這個地方我就講 很多人在長輩 往生以後去幫他做一點佛事齁 我看很多不是拜佛的人 我請出家人來幫我們拜那個師父的 那個聖經要幫我們拜我們來旁邊去祝 那邊可以一直給我 那邊的國家會去看 那邊就去做天下 一邊的國人 還要去看那個人 那邊先生就是去做天下的 為什麼 我請你幫我的長輩念佛啊 我拿錢請你幫我念佛 自己的兒孫都不願意幫他念佛 好啦 時間到 來來來 你們家屬全部來 就來 也不會排好啦 家擺啊擺 所以正好呢 我們去到那邊有一個信徒 他的長輩往生 因為他住在台北 我請他說 就到那個靜臉念佛會去 每一次參加法會 為什麼我們這個地方跟台北都會講 現在家裡面的人 人很少啦 如果還要煮一點東西再 又不要拜 我就煮東西 你們幫我拜就好了 沒有那種 消失啦 沒有那種笑念 那既然到這裡 人家幫你煮好 幫你寬便便 你來拜的時候 你就是要很用心 所以你們不要講 剛才我們在那裡持奏 念公養的時候 都一直在唸 人家別人唸三遍 我們這裡都唸七遍 這樣他們在那裡吃肉 不要這樣想 我們等一下去用餐的時候 不要說 欸 趕快趕快 這裡有這個 你能找到嗎 就弄來弄去 他們的長輩說 你去到台北都 你自己吃金飯 我都沒吃到 所以呢 我們呢 為什麼今天是在第一天 早上吃飽啦 我就沒辦法講 現在開始 哪一餐 甚至你在家裡用餐的時候 真的 你都用心觀想 我煮的時候 都煮一些我的長輩喜歡吃的 拜託 他們愛吃魚 愛吃肉 來這裡還在託 你們別人回家 我們家 在我們家我就可以拜託 那吃了以後 然後又被追了 像那個佳英的爸爸被追了以後 財道追了 我現在要拜託 那我們在這裡也是 很用誠心 我吃的時候 希望我的長輩 甚至我們現在 姓林就是林家的所有的祖先 那個姓李就李家的祖先 姓蔡就蔡家的所有祖先 不是說 我的某某長輩 跟我很近的最近才 才往生 我只請他 欸 你們 貼那麼多牌位 很多人剛剛來的時候就說 哇 你們這裡怎麼 牌位下這麼多 我說這個 最近 我們還請大家整理一下 同樣的 那種事情 把它歸納成一隻 想怎麼樣呢 我們這裡說 你有心 我們不會說 你一隻牌位要多少錢 越生越多 連我的都結掉很多 結掉很多 我心裡不要想 我以前所傷害的 他拜三次就好了 不是這種 有一些 很好笑喔 他要了他的東西幾年幾年 他都乖乖的有弄 然後呢 一次忘記了 他就說 你這次不買湯 幾天以後跟他講 昨天更好玩 我的一位同學 當然他年紀也跟我一樣大 我們都說 下午才早晴 他們早上 大家都說 我先來請一下 他就想 我來請 我先來請請 我先來買東西請 然後他的一個孩子就想 因為我們那位同學 我們有一位 老師最近身體不好 九十六七歲了啦 年紀已經很大 說實在的 我們這些同學 對老師教我們 我們都很感念 所以對師長我們都很尊敬 我們自己都已經快要到八十歲 老師九十幾歲 還會去探望他 然後 我們那位老師的太太呢 以前也 也教過我們 所以呢 他也是差不多這個時候吧 我們佛妻的時候 突然間往生我們 那些同學知道說 他很喜歡 以前我在那個 能人寺那個道場的時候 他就說 你們這裡很好 老師就講 我很 我很喜歡 以後我來住在這裡 當然他們的子孫也是很孝順 可是我們做學生的 我那時候就 老師一往生 我就馬上也跟他寫了一個牌位 那現在當然是每一次法會當中 他們的子女如果沒空來呢 我們做學生的當然都有做這個 那昨天呢 他就想到 我們那一位老師當然也是很吉他的先生 然後他自己的孩子呢 我說 有時候很高貴 沒有什麼事情呢 我在上面 因為 還在 我們這個三樓 就是我們將來要用的大殿 還在裝潢 我當然也是 會上去看一看 還有那個 以後的那個客廳 正好 有人幫我們做那個 將來我們 我們這個大殿 將來會用流離的 那個藥師佛 昨天剛好把那個 藥師佛的 那個 雕刻好 弄來 我們將來要去做一個模子 以後我們這個大殿裡面 我希望大家看到 就是我們跟佛菩薩很接近 剛好我上去沒多久 他們就跟我講 好像是十點多吧 快點快點快點 某某人昏倒了 我一聽 哇 要八十歲了呢 奮鬥去看怎麼 我就說 趕快趕快 我們這裡有醫生趕快叫他 我下來的時候 我們馬醫師已經在 旁邊在照顧他了 然後 我突然間想到 我說 應該是哪一位老師吧 他一聽到我在講 不是我的同學 真的哭得很傷心 我就跟他講說 我們譚老師已經年紀那麼大了 你要放心 大家都會很好好照顧他 然後把他叫進來以後呢 我們那個同學問他 好一點沒有 好一點了 後來就有一個 有一個人 他就是說 他從另外一位居士身上 就跟他講說 你只是會想到別人 都沒有想到我 你看 那個孩子會吃醋 你只想到你們老師 都沒有想到我 他說 都沒有買糖果 你看看 所以我們那個宣語 即使說 我今天 體會很大 和 先去跟他請 還沒買糖果 他說 真的啦 我就說 我如果來請請 看要愛三人才來買 那我們都不知道 也沒有那個人說 坐在他旁邊 怎麼會馬上 就講到這個問題 我為什麼要這樣提醒 我剛才還說 今天 因為正好有孫子 很年輕的 阿公阿嬤喔 我就說 欸 你們今天到那邊去 跟祖先講 我做阿公啊 你們都有疼 跟阿孫齁 啊你就要把 吳家的 所有的祖先 那句說 請所有的親家朋友 那句有在這裡 人在這裡 都要請人 讓你們請油飯 所以這個是 我來告訴你們 一個嘗試 將來我們拜 拜的時候 心裡 如果能夠這樣觀想 那我相信 會比較圓滿啦 有時候 有時候 我們講那個 我們家裡那個老人 很難說話 有時候真的 他們出來以後 我發現 很難說話 真的很難說話 在世的時候 經常有什麼活 那個脾氣什麼 出來也是這樣子 那有時候 有一些人 我就說 你們阿公 還是你們爸爸 很好脾氣 對啊 以前說說話 都受傷 那另外一個 你們阿公 可能你們阿公 普通常 什麼都很危險 喔 舒服 所以你看看 不要認為我們 拜一拜 我們的業障 就消除 我一直在提醒大家 自己的習性如果不改 等到我們往生了以後 我們阿公 說不聽 又沒有嘟到一個 像我這派人 而已 好的 要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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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好啦 所以有些人 很好笑呢 他已經往生很久了 來找他的 姐姐妹妹 他說 我們家的人去那裏 我覺得很好 我也要來裏 我說 他的 子女都不願意來拜佛 你是他的姐姐妹妹 他說 師父拜託你啦 那個老人 是在靜臉念佛會 他說 我是要去那裏 那裏 那裏 極光寺很好吃 我要來那裏 晚上我要自己吃 要自己吃什麼 他全部吃昏的東西啊 喔 後來 我遙控耶 就跟他 不是笑 我說 我們這些人齁 如果是要這樣 一天跳到那裏 我怎麼不讓你來 你們能夠是你們兒子來 我 或是你們什麼人來 我就要讓你來 講來講去 最後說 好啦 沒辦法 你就這樣 我沒這樣也不行 所以有人說 師父 那個心裡 沒有一個 中有一個 日本的說 有一個阿蘇味 中有一個香 那個阿蘇味 不是完完的啦 就是說 中間有一個 讓你 這樣也可以 這樣也可以 就是沒有 不然的話 你來這裡 讓人家追著跑 我們這裡都是 住鄉仙人的 人來這裡 大家都是很生氣 所以你看那個佳音的 爸爸昨天講說 好啦 好啦 不然你明天 你去跟他講 還會講 我民主跳下來 我就出去 也是去跟他講 你不信用啊 他說 我現在就有信用 我是要去洋會 我說 不信用 你去跟他收你 人現在也是要再看你 所以我今天 為什麼我講這個 就是有某一種因緣 人家說 法不姑且 那個一個法不是說 沒有事情 我走來這裡跟你們說 要做什麼 正好有這個因緣 那我也跟大家講一講 欸 做好事 要做生的 你的什麼也是跟我們的祖先說 甚至於所有 十方法界的眾生 你願意跟他結緣 今天來讓我們請 我們請 請我們的祖先的人 我們要吃的時候 希望 這些甘露法胃裡面 都能夠好好的 吃下去 因為 就是有這麼多人 有這種事情 不是聖的 我常常講 如果聖的 都要 麻生的人 還要做 我的人看 你們不用來這裡擠 也不用來這裡擺 為什麼呢 來吃湯嘛 對嗎 不然我給他帶一張 不帶又拿錢 吉光寺 我就沒有在亂講 所以 一定要真正有 我們心裡也要 真的歡喜親 真的想要去 超度我們的祖先 真的要去做差來 所以 很多人都說 師傅你有夠光 你去的時候都不說 一種衛生要拿錢來 最後一不要來 所以我希望來到這裡 我們把那個 大心發起來 希望不管是我們現在的 或者是已經往生的 都是在 無量光無量收的世界裡面 阿彌陀佛